大家好,这里是每日听书,我是主讲人册子,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以便大家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听书咨询。 丰富内心,增长智慧,每日听书,万籁有生。 如果需要购买这本书,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。 在这里特别鸣谢美国知名钻石珠宝品牌Mason New York,对本视频的大力赞助。 每件Mason New York钻石首饰都是工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。 精心挑选的钻石以降薪独运的设计技巧镶嵌,捕捉每一次光线的折射,为您的每一个动作增添无尽光芒。 无论是在优雅的晚宴,重要的商务会议,还是在随意的周末午后,Mason New York钻石都是您不可或缺的时尚伙伴。 它不仅仅是一件首饰,更是一个故事,一个关于品味、激情与追求的故事。 不要错过为您自己或您爱的人选择一件独特的钻石首饰的机会,让它见证您生活中的每一个璀璨瞬间。 立即点击视频评论栏中的链接,现在下单即可享受减免70%和赠送钻石项链礼品的独家折扣。 赠品数量有限,先到先得。 今天给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是《南渡北归》。 《南渡北归》是一本描述历史转折中人物命运与情感波折的小说。 通过细腻的笔触,展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, 普通人如何被卷入其中,以及他们如何应对生活的挑战。 这本书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,更是对生活,对爱情,对人性的深刻探讨。 书中讲述了几个主要人物,在南渡北归的过程当中的生活经历。 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,有着不同的个人背景和命运, 但是都面临着时代的巨变。 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,揭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, 以及他们的巨大社会压力下的选择和牺牲。 阅读这本书,我深深地被其中的人物所吸引。 每一个人物都描绘得非常生动, 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挣扎和希望都活跃在纸上, 让人感同身受。 例如,主角在面临亲情、爱情和理想之间的抉择的时候, 那种内心的纠结和痛苦,让我深感触动。 他们的故事让我思考,如何置身于那样动荡的时代, 我会如何选择。 书中不仅重视了历史事件, 还深入探讨了这些事件对个人生活的深远影响。 通过具体的家庭和个人故事, 作者展示了历史是如何影响个人命运的, 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它让我认识到,历史并不是遥远的, 它直接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。 此外,《难度北归》这本书也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。 在极端环境下, 人物展现出的勇气、恐惧、自私和牺牲, 都极其真实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。 这些深刻的人性描写, 使得这本书不仅是历史小说, 更是一部人性的探索作品。 读完《难度北归》之后, 我对那个历史时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。 这本书不仅仅让我了解到历史知识, 更重要的是, 它让我对人性、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。 这是一本能够启发读者思考, 理解历史与人性深层次关系的书籍, 非常值得一读。 总之,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, 想要通过小说的形式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和人性, 那么《难度北归》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, 它不仅讲述了历史, 更触及了生活的本质和人性的深处。 丰富内心,增长智慧, 每日听书,万籁有生,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带给你一点价值的话, 希望你能够点赞并无私地分享给你身边的人, 让他们也能够跟你一起成长。 如果需要购买这本书, 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。 好的朋友们, 本期听书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